泰国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不富裕,没有我们国内发达和富有,也确实如此,所以大家对泰国的印象就是穷,大家都想到泰国来当个土豪,曾经我也有这样的想法,但是来到泰国之后觉得,泰国总体的物价,跟国内二线城市相当,跟北,商,广,身比起来要便宜不少。 下面我给大家从各方面详细地介绍一下泰国各种各样的物价,让大家对泰国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,曼谷市区还是挺发达的,泰国不同的城市,物价也不相同,在我们国内一般是城市越大物价越高,而泰国是相反的,城市越小物价越高,我就拿首都曼谷给大家说一下,因为我长期在曼谷待住, 比较了解曼谷,其他城市只是偶尔转安,住宿,在泰国租房环境和位置一般的,一个单间大概在一千人民币左右,泰国的公寓都是以小户型为主,加上水电费在一千三百左右,泰国的电费比较贵,一般要一点三块人民币一度, 一千块一个月的房子,差不多是下图这样的环境,如果租好一点的房子,一是一听这种户型,一个月差不多加水电费要两千多块钱,但是服务设施很不错,有游泳池,健身房,活动室,洗衣机,位置也相对可以,环境如下,吃饭, 吃饭在泰国吃一顿饭,如果吃一顿普通的快餐十块钱人民币就够了,能吃得饱,一斤牛肉就十几块钱,但是菜比较贵,一颗白菜要五块钱的样子,泰国人很多家里都不做饭的,都去外面吃快餐,泰国的路边摊随处可见, 其实,去外面吃饭,跟自己做价格差不了太多,一天三餐准备四十块钱就可以吃得不错了,一个月吃饭的话,大概就一千二百人民币左右,交通,其实在泰国交通是最费钱的,因为这边交通设施不怎么发达,坐地铁一站就是三块钱,有的地方还没有地铁,公交车由于语言不通,不会坐, 所以,不谈公交车,我基本上每个月要花一千到两千人民币打出租车,但是他这边打车不贵,起步价七块钱 娱乐,曼谷是一个国际化都市,还是很繁华的,所以,娱乐场所比较多,比如说,按摩,喝酒,等等,这些娱乐专案在曼谷都不贵,比如说去按个摩, 店面装修得非常好,技术也非常好,一个小时也才六十块钱人民币,在国内一线城市起码要三百块钱,去小酒吧喝点酒,两个人一百多块钱也完全足够了, 水果?泰国的水果真的是很便宜,我在菜市场五块钱,就可以买到一大捆香蕉,西瓜六,七块钱就能买一颗,可以说,只要是水果都非常的便宜 这边大块头的水果,是按照的来卖的,其他生活方面的开销总体来说,跟国内二线城市价格差不了太多,但是生活小物件类的物品比国内要贵几倍,因为大多数都是从国内进口,不同的人消费能力不同,有人花得多,有的人相对花得少, 以正常开销来说,一个月五千块人民币,差不多就可以在泰国生活得比较轻松了